OK 好 那我們今天的議程就開始 然後歡迎大家來到朱雷阿鬼 應該可能時間比較早所以人比較少這樣子 沒關係 那我們歡迎這個吳中熙 好 他的演講這樣子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這麼早來聽我講 好 那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就是說呢 就是我在就是有一個那個就是去估計 農用土壤水含量的這個研究跟計畫裡面 然後就是使用到Julia的一些 分享一下使用到Julia的一些情況這樣 那這個是Outline 稍微做一些自我介紹 然後主要就是講說 我在這個 就Julia在這個研究裡面的一些應用 主要是在資料準備的部分 然後還有就是說介紹一下 為什麼我要用Julia這樣子 然後還有我們的一些成果 那等一下在演講的過程中 有什麼是就是有什麼想問的都可以直接 打斷我 我就就是有一些互動這樣子 嘿 好 好 那我先很快介紹一下我自己 我現在是中央大學地球科學系的博士班學生 那我的專長就是地球物理啦 地震的動力學跟隨機過程這樣 好 那可以在Github上面找到我 嘿咻 好 那我很快的齁就先介紹一下就是說 那這個研究它學術上在幹什麼 齁 那就可是就不會花太多時間 好 那首先呢就是說 呃 在這個領域呢就是說 呃去瞭解就是 靜地表的水文機制 動力是很重要的 那如果說我們對於 呃土糧水的估計有一些瞭解的話 那我們就包括就可以去增強一些 像那個農業用水的一些 就是一些習慣 然後來檢 然後來那個最大化那個農業 那個水資源的利用 然後也會對那個都市的那個 綠地管理會有很重要 還有那個 淹水會有很重要的幫助這樣子 那傳統呢 我們再來去研究這種 呃 靜地表的水文動力的這個 部分 我們會用 呃素質模擬方法 那素質模擬方法的話 它就是說 它呃 很 很吃蒜力嘛 齁 那它 有時候你的那個模型 就是說 就是 它時間過久了 那它就是會很不穩定這樣子 那當然說 它的好處就是說 它背後是物理可以理解 就是有理論之詞 那這次呢 我們是使用機器學習方法 然後我們圖的就是說 機器學習方法 它 在這個相關就是 土壤水含量的估計 它就是很快 齁很快 然後 在我們這個研究 我們就是去探討就是說 欸 我們就第一個就是的 就是這個分類與決測數 齁在那個 呃 土壤含水量估計的這個用途上面 齁 包括它可以在上面 就是特別就 這個CART 它其實也是一個很強大 它除了預測以外 它其實本身也是一個很強大的一個特徵分析工具 這樣子 齁 最大化兩邊資料的 呃 最大化兩邊資料的不一致性 跟最小化就是每一邊資料的一致性 這樣子 就是讓它的每一邊資料就是越一致越好 然後這樣子去分下來 然後 所以我最後看它分出來的素結構 我也可以用這個 分出來素結構去 去做一些統計 然後來看說哪一個特徵 齁 我們用的是 像是那種什麼 呃 溫度這種 哪一些是跟土壤水含量比較有關係的 齁 那我們的結果呢 就是說 我們結果平均來說 大部分就是低於4% 那這在農業用途 就一般的水稻跟大豆種子 都是很有用的 這樣 然後 我們對於特徵分析的結果 也可以對它背後的土壤水 呃 地表的一些水溫 蒸發散機制有一些洞見這樣子 然後我們也有跟最近的研究比 然後都有相當的結果 好 我很快把我的這個部分講完了 好 接下來就是重點了 就是說 我現在這個研究裡面 Julia的應用是哪邊 好 那為什麼 呃 會用Julia呢 好 那 我覺得Julia就是很棒的一個地方 就是她 呃 她的那個什麼 她的語法非常的一致 她的語法非常的一致性 不會說我今天用一個 新的套件啊 或者是 還是什麼 就是會 會對 就像MateLab一樣 就會有一些很不一致的東西 這樣子 你就要一直去 就是雖然看說明書都會懂 可是你就沒辦法用同一個邏輯去想 好 然後再過來呢 她在做Prototyping的時候很快 好 可能比MateLab還快 然後她跑的當然就是更快 然後 然後 其實最大的理由就是說 用Julia coding就很開心啦 這樣 還有就是說 Julia的性別系統 就是對我們 科學工作者來講 是很可以理解的 這樣 就例如說 就例如說 像是說 她就是 Julia世界裡面 她就是有很多性別嘛 然後那些性別 然後 會有同樣的一個名字的一個函式 然後她遇到不同的性別 她其實是會互交不同的方法 然後 這在我們 這在數學上的話 就是舉個例子 像乘法 我的乘法 純術跟純術的乘法 跟矩陣跟矩陣的乘法 它其實是不同的操作 好 那我純術就是一個物件 我矩陣就是一個另外一個 一個性別 然後那個矩陣就是另外一個性別 對我們來說就是一個很好理解的一個東西 好 那再過來就是說 這個 Julia的這個Data Frame 這個非常非常的強大 然後她讓我今天在準備 資料的時候就會很很輕鬆這樣子 那 因為那個 我們其實在做這些研究啊 資料清理就真的是佔百分之八十的力氣 所以這個部分就對我們來說很重要 好 那最後我會講到一些 就是她的這個套件管理系統 她 就我們怎麼樣 我怎麼樣用她的套件管理系統去 去包裝我們的成果這樣 好 那這邊我很快講一下資料準備的部分 那這裡的話就是 呃 就做一個很 很簡單的範例 好的 首先呢 我就先把 這是這個 SWC Example Dataset 是我自己做的一個 就是作為 它是一個Julia的套件 然後它裡面就是 就是我今天這個 這個工作 它用的一個範例資料集 這樣 所以這個Code是可以跑的 然後 它就讀出一個DataFrame 那DataFrame的話 就是一個表格 齁 就是一個table 這樣 好 那這個group by這個部分 這個我想大家應該都很清楚 就是說 我今天就是 依照某一個欄位 齁 去把這個table 分成好幾個 好幾個組這樣子 齁 然後我這裡呢 我現在要做的呢 就是說 因為 我們其實在 做農用故技的時候 我不需要太精細的時間解析度 齁 所以我要對它做一個降取樣 那我這邊做降取樣的方式 我就是把 那個表格依照 那個欄位裡面的小時 齁 每天1到24小時 去做分組 分組之後呢 我要把它取最後一個 齁 就是每一組的最後一個 那這邊就講一下就是說 它DataFrame的這個 JR這個語法 它非常的簡潔 就是說 它 基本上就第一個就放你的 那個嘛 DataFrame 第二個就放你的 ColumnSelector 就選擇 Column的那個東西 然後它就是用 這個Pair的這個 operator 然後去指到一個函數 然後這個 就是這個點點呢 點點就是 廣播 廣播 那 那就變成說 你如果今天選的是一個 Column 那你就不用點點 就直接用一個 那你假如說 你今天是 所有的Column 每個變數 都想要去Apply這個List 取最後一個值的這個函數 那你就加一個點就好了 所以它的語法就是非常的簡潔 你不用一直寫for回圈 你用很簡單的方式 就可以做到 你今天程式的一個向量化 這樣操作的一個向量化 好 然後在這 再過來呢 就是說呢 就我們 因為我們系上 還是很多人在用Excel 所以 我得到資料裡面 就是會有一些很奇怪的東西 好 那所以呢 我就用寫了一個 就是 等一下我會講 就是它 字面上的 不是一個 數字的一個東西 那這邊的話 我就靠這條函式 我就可以把所有 呃 所有就是 是字面上 NNN的東西 全部都 如果是的話 就換成missing 那不是的話 那它就是原值 然後 也一樣 就是說它 這個 它這個 它這個 就是用這個 它的這個語法 然後很快的 就可以完成 這樣子的一個操作 好 那有時候會遇到 就是我整個變數 就是整個值行 全部都是missing 就是都是缺失值的部分 那這時候 因為 決測數它不能容許 任何的缺失值嘛 所以就把它 替換成999 那在我們的研究這樣做 是沒有問題的原因 是因為 決測數它 兼對於一個 完全沒有變化的一個 變數的時候 它就基本上 就只是會 它 它在訓練的時候 就直接會把它替掉 因為它本身就是一個 特徵選擇的一個演算法 所以它不會 對我們的模型訓練 有任何的影響 所以我可以這樣做 好 再過來我用 impute.jl 這個套件 然後來把那個 就是 插點補起來 這樣子 做線性內插 好 那我們剛剛講 那個select 講完之後 講transform 就是這個部分 它其實用的 也是跟 combine select 跟 transform 在 Julia裡面 它中間用的 這段 這段的語法 它都是一模一樣的 這段都是一模一樣的 然後最後就是 取就是說 這個我在做什麼 就是說我們剛剛看到 那個有空拍圖 那個 我們學校的那個場子 它其實有很多語量劑 那有一些是故障的 也有些死好死壞 所以呢 我們今天在 那語量的話 它基本上在估計 浮浪水含量 它是最重要的參數 所以它非常重要 那我 我怎麼做呢 就是說我今天就是 把這些所有的語量劑裡面 取到 就取 就是說我今天有量到語量的最大值 因為它故障的時候 通常就是說 我語效太小了 然後它的那個 它的那個 漏斗它 它還來不及到 然後就 然後你看起來 紀錄都是沒有語 這樣子 那我就是取最大值 那這個 我在這麼多個語量欄位 我有好幾個語量的紀錄的部分 我取一個最大值 它的做法就是在 Julia裡面 就非常簡單 所以一樣 我就是用那個ColumnSelector 把 把開頭是Precipitation的東西 全的變數 Column 全部選起來 然後再過來就是 那每一行去取最大 就是 這是擺入就是說 呃 就每一行去取 很 指行很列 每一列 每一列 對不起 每一列去取最大值 然後再把它重新命名為 PrecipitationMax 這樣子 好 那最後再做一個 最後就是 它內建的一個 Disallow Missing 然後我就完成了我的資料清理 所以 剛剛做那麼多事 就是其實可以 就用這些 就是非常快的 就可以把它做完這樣子 所以可以大幅減少 我在資料處理的時間 然後我剛剛講到這個 以時LNAN 這個部分 我就稍微講一下 這個東西是怎麼寫的 然後這邊就會講到一下 就是 Julia 就是著名的那個 多重分派 這也是我最喜歡 最喜歡 Julia 的一個部分 好 好 那一般來說 我們今天這樣在判斷一些 就是在判斷說 什麼東西 它是字面上的 Literally not number的東西 我就是要一堆if else 搞到最後我都滑掉 不知道幹什麼 好 那這個部分 因為 Julia 多重派 它做起來就很簡單 那首先 我們就是說 假設 今天如果 輸入的東西 它是自竄 好 那如果 它今天又是這些奇怪的東西 就是我覺得可能是 就是說它 不是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 因為它 就是說因為別人給我的 Excel表格 它裡面可能會有 純文字的數字 然後那個東西可能就是 我要的這樣子 好 所以我是挑這個 如果今天出現這些 我字典裡面有 這些東西 那它就會 摧傳出 然後 不然的話就是 它就不是NAN 這樣子 好 那if else就到這邊 截止 那接下來呢 我就是說 如果今天 X它不是 自竄以外的任何東西 那我就把它去叫 另外一個函數 叫做 這個我自己寫的叫做 Is nothing missing and NAN這樣子 那它這個 NAN 它其實就是 在這邊 好 就如果呢 今天它是missing的話 那就是true 那如果是NAN的話 也是true 然後如果是datetime 是false 如果是abstract string 那就是false 然後如果不是這些 我資料裡面會有的東西 然後最後再fallback到 Is NAN 那為什麼我要這樣做呢 那是因為說 Julia內建的這個 Is NAN函數 那它如果進去的東西 它 它是 例如說是上面這些東西的話 那它會直接報錯 因為它直接報錯 這個是一個 很重要 而且很安全的一個做法 因為NAN它是float64的一個型別 那 基本上你會 本來就是預期就是說 你今天丟到 Is NAN的東西裡面 那它就是 就是要必須要是 這樣子的一個型別 那如果不是這樣的話 那就可能要去 會不會你在寫程式的時候 就是不是 你原本的意圖 所以為了安全起見 它還報錯 然後我這樣子的寫法 就是這樣一層一層 這樣掉回去 就是從最大的emni這樣子 然後我 資料裡面會有的 這些case 這些型別 然後最後再調回 它原本內建的NAN 這樣 然後我這樣子的話 我就可以去 考慮到 我想要考慮的所有可能 然後一樣 它的程式很簡單 而且我可以避免 很可怕的那種樹狀圖 就是if else 然後下面又有if else 這樣一直潮狀的if else 會搞到自己都會搞錯 然後又很不清晰這樣子 好 那最後 最後我就再講一下 就是說它的套件系統 就是Julia的套件系統 就是也是 它都用同樣的一個邏輯 然後也都非常簡單這樣子 不是非常簡單 就是說它非常的 就是邏輯非常一致 然後使用上也很方便 好 那在我的這個研究裡面 我就所有的 基本上背後的 背後的原始的程式碼 就是放在這個套件裡面 好 那為什麼我要放在這個套件裡面 為什麼不寫在同一張script 或同一個資料夾裡面呢 那因為就是說呢 我這樣子 我就是 它基本上它在這個module 它這個module 它就是說我今天就是在 一個src資料夾裡面 有一個這樣子的一個檔案 然後它是module這個名字 然後and的結尾 就只是這樣子而已 它的 那它的好處就是說呢 我就是根據這張表 我去抓到我接下來src裡面 我任何 我就舉個例子 my imputation這個部分 我去抓到我任何我的 我要的程式碼 然後把它讀進來 而且我會在這邊載明 我今天這些功能 會需要的一個相依性 然後呢 再過來的部分就是說 這樣子做的好處就是說 我今天如果說要開發一個 比較給別人用的一個界面 那我就只要把 再寫一個模組 那它又是另外一個套 一個package 然後把剛剛我要的程式碼 或幾個不同的package 我要的東西把它export出來 那這樣子就這樣子就結束了 那而且我不管是 就是它這個套件 跟它其他的所有的相依套件 就是我自己寫的也好 或別人寫的也好 那我都可以就是透過 就是它的那個單元測試 我就一鍵就可以測試 然後這個就會大幅的去增加 我們程式碼的穩定度 那它測試也很簡單 我就基本上在test run test的資料夾裡面 就寫好這幾行字 把你要測試的腳本 同樣放在test裡面的腳本寫進去 然後它的測試的話 就是你在這個test聚集後面放一個 會回傳出或false的一個判斷式 然後它就會自動會跑完所有的 所有的這些測試 然後同時會做 就是會也會去 compile 然後 compile的話 如果有錯它也會爆這樣子 然後相應性有問題 那它也會跟你講 好 好 那我們的結果的話 就是在 就是說 這算是我們計畫成果的一個部分 然後 它就是 我們目標就是 這個 目前是希望能夠發展成一個 就是說在這個土壤水含量預測 跟 估計的部分 它的一個框架 然後它相容 那個Julia的MLJ 跟Data France 那這個計畫 是國科會下面的一個 就是台灣 人工智慧 基於人工智慧的地球科 就是環境災害管理策略的一個子計畫 這樣子 好 那這個我們有我們的網站 然後在這邊呢 就是 因為這個東西還是很不成熟 所以我目前是把它註冊到我自己個人的註冊庫裡面這樣子 你就加了這個註冊之後 它用起來就是跟一般的那個什麼 Julia套件一樣 它用起來就跟一般的Julia套件一樣 就是 直接U型 然後你就開始用 這些都是可以跑的程式嘛 然後 這個網站就是用那個什麼 Documenter做的 它也是一樣很方便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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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的話就是 這個 這個 這個它涵蓋的一個部分 從資料清理到基本的訓練跟測試 然後 還有分析 好 那 這就是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Julia在我研究裡面的一些應用 然後 這個同一片 會放在Github的帳號下面 這樣 好 謝謝大家 大家有問題嗎 有問題要問我們的講者嗎 就是一個是關於那個Dispatch處理的部分 您也的確列了一些型別嘛 對不對 嘿嘿 那它 最後就一定會Fullback到 最後那一個嘛 就是它在做Dispatch的時候 它就很自動的會去套用那些型別 找得到 你是說剛剛那個 It's a little number 這個 這個部分對不對 他 就是 你是指說 對就是前面當然有 這個部分嗎 對到35那個時候的話 它是 帶進去 35的話 它帶進去的值 是有可能是前面沒有 沒有Dispatch到的選項 對 它就是 基本上多重分派的話 它就是從最窄的 最窄的 開始分派 就例如說 你可能可以接受 因為像 Julia裡面所有的型別都是 它的副型別 最後都可以追溯到Any型別 所以它 那你當然說 Any下面 比Any下面 然後 例如說 Number 然後Number就比Any窄 然後Float 然後什麼 Integer又會比Number更窄 這樣子 那它會先配最窄的 然後 所以 你如果說 我前面這些 我這邊 都配不到 好 那它最後 像我這個沒有指定的 那就是Any OK 它就會到Any 所以就看型別數 其實應該就可以過濾掉 我可能要照顧到的情況 這樣子 對 對對對 好 謝謝 第二個的話 也剛好這個畫面也有 就是說 這當然不是跟Julia有關的 就是目前這個簡報 它的那個程式 是可以用卷軸的 這個使用 第一個是簡報的工具的差別 還是在它有個物件去做這樣的呈現 這個的話 它跟Julia比較沒有關係 這個我用的是那個 它是 它是 R R Markdown的 後繼者 Guato Guato 對對對 那它它背後是 這個的話 它背後是用Reveal.js 然後 它 這個Guato 對Julia資源也還不錯這樣子 那它有 平台的相異性嗎 譬如說 MacOS Windows 還是那個簡報工具的相異性 沒有 它就是 今天瀏覽器可以開 它就是說 你今天設定這個 Guato開發環境 要花一點時間 因為你可能要裝一些 什麼JuPyter還是什麼東西 好 我再查一下 謝謝老師 不會不會不會 不是老師 謝謝 謝謝